好好的人 你一定要來淡水走一走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條街 叫做清水街 這邊是淡水第一條專業商街 而在清朝時期 其實這邊叫做米奇亞或者是米街 因為不管是年米啦 賣米的 統統都在這個地方了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座米奇亞福德宮 所以可想而知 當時米的交易在這個地方 有多麼重要 晚清時期的清水街貿易繁盛 小和和的米式土地公 就端坐在福德宮內 在這清水街上 不起眼的在地人 祖上都可能是米商 口袋裡裝著是富過三代的 而且一直到今天 清水街都還是跟淡水老街 并驕齊驅的淡水鬧區 還吸引了香港的工程師來台定居 他是來台灣繼續寫城市的嗎 他呀是來台灣賣披薩 之前有一則新聞說呢 義大利人受不了台灣的披薩 因為又是鳳梨啦 又是皮蛋的 當時新聞是這麼說的 這是不是披薩 這是不是披薩 可是今天我要正面的來挑戰 義大利人 來猜猜看 觀眾朋友啊 猜猜看 我手上這個披薩 這什麼口味呢 答案就是 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 顧名思義啊 一定要有鹹蛋 瞧瞧老闆手沒停著 在餅皮放上大量的杏鮑菇 肉類 起司 當然還有滿滿的鹹蛋黃啦 堆成小山的餡料 讓披薩看起來就有滿滿的幸福感 一出爐就挑動你的味蕾 它真的是很香 我剛剛一坐下來 我前面在講話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辦法專心 因為這個上面鹹蛋的香氣 不斷的 不斷的飄出來 不斷的飄出來 還是熱騰騰的披薩 你來看看他們的起司 你看喔 是會坎西的 然後我這樣拿起來那個料 你看 好香喔 我的麥克風收得到我卡滋卡滋的聲音嗎 它的餅皮是脆的 可是你看它中間的餡料 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這個鹹蛋 鹹蛋撒得很多 但是完全不鹹 這個味道吃起來就是剛剛好 而且它除了鹹蛋 還有什麼 杏鮑菇 還有滿滿的麻薩拉芝士 真的太幸福了 而且老闆 這個一定有加南瓜醬 玉姓 你可真的是美食達人 該不會是在舌頭上面 裝了偵測器吧 竟然吃得出 老闆的獨家秘技 這可是老闆經過多年的試驗 發現以南瓜醬為基底 再加上鹹蛋黃搭配 兩者是超級素配 今天我媽想要吃披薩 就過來吃一下 我點的是鹹蛋超人 鹹蛋就比較特別 是比較台灣的口味吧 然後就 我們兩個都喜歡鹹蛋 所以就點了鹹蛋 鹹蛋也很像嘛 鹹像的感覺 看看陳小姐一家人 吃得這麼滿足 老闆好得意喔 但是她的創意可不止如此喔 我的是肉腸薯泥 幫我形容一下她的口感 很軟 然後她的餅皮雖然是硬 但吃起來很Q 從香港移居到台灣的Hardwood 五年前在淡水開了這間披薩店 為了讓單身的人 也能好好的吃披薩 她連小披薩都可以雙拼 老闆 為什麼你這個披薩 兩邊塗不一樣的醬啊 因為這個是個雙拼啊 還可以雙拼喔 對啊 那這個是要拼什麼 是要做什麼口味 這個是拼 亂七八糟跟鴨仔愛大餅 亂七八糟 為什麼叫亂七八糟啊 因為它真的看起來很亂啊 觀眾朋友啊 你們聽聽看 這不負責任的取名法 艾艾不是啦 是獨特的取名藝術 是不是好奇心都被勾起來了呢 老闆剛剛放了杏鮑菇 沒錯 然後現在放肉腸 肉腸 亂七八糟的意思就是 什麼都有一點 什麼都來一點 好好玩喔 這是一個總會 老闆 那我也想要做 你看我已經蓋好手套了 可以啊 那一天給你亂七八糟 另外一天來給我做做看 你說叫什麼 鴨仔愛大餅 鴨仔愛大餅 有點像是老鼠愛大餅的感覺 這個取名字的靈感 是不是還至於這首歌 沒錯 好聰明喔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很特別 就在取名字也很有創意 這個是 這個是鴨肉 來 鴨肉 好耶 那我來試試看 欸 鴨肉 櫻桃鴨 對 是宜蘭的嗎 沒錯 哇 宜蘭來了櫻桃鴨 所以我就直接放上去 對 放這邊就可以了 滿滿的 放滿就好了 真的可以放滿嗎 可以啦 就是 對啊 這麼大方 可以啊 哇 老闆真的是放得比我還要滿耶 那我也來再多放個幾塊好了 想要撒起司 我覺得撒起司很有一種 好 好像自己是那個大廚師的感覺 老闆你看一下我這個 鴨肉 看一下我這個 鴨肉 不好意思 拿出來 余欣 我怎麼有種你越棒越忙的感覺 好 現在放鹹蛋黃了 好 滿滿的鹹蛋黃 真的是很大方 就這樣給它撒上去了 送進烤箱烤多久 七分鐘 豐富的餡料鋪好 就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俗話也說 請百里者拌九十 成為披薩師傅的下一步 就是要把它放進烤箱 但是這個烤箱 這是一大考驗 真的會燙 還是 好 翻上 失敗了 失敗了 怎麼會 我的料撒出去了 好 好 各自口罩都感覺得到 老闆很鐵不成鋼的無奈之感 我看玉昕 你還是好好當個主持人就好 因為我手太短了 好 我先把它 這是一個效果吧 還好老闆給補 對 還好老闆補救 還是給老闆上就好了 補救不了 還好老闆手快 烤箱沒有因為這次的失誤事件 而故障 而我們也只能拜託老闆 再重做一個披薩 果然當雨昕沒有插手之後 漂亮的成品順利出爐 聽聽看著切開餅皮 脆生生的聲音 有沒有食指大動啊 哇 熱騰騰的披薩 這是我們烤七分鐘之後出來了 我先來試一下 亂七八糟 到底有多亂七八糟呢 我來先試一口 料多到又要掉出來了 這個亂七八糟 因為它有肉 肉腸 然後又有杏鮑菇 然後又有鹹蛋黃 然後又有重洗菇 又有起司 它的口感其實還非常的多層次 而且我一定要講 它們的餅皮啊 是越嚼越香 一定會吃越吃越香 真的是好讚好讚 這個餅皮非常的讚 這哪這亂七八糟 這根本是登峰造極 人間美味好不好 雨昕啊 雨昕 老闆被你稱讚的秋海海 哎呀 趕快再講個兩句來聽聽 鴨仔愛大餅 你看到了嗎 上面 有好多這個宜蘭來的櫻桃鴨 然後上面還有放了這個蔥 青蒜 是青蒜 不是蔥 是青蒜 要來讓它提味一下 還有洋蔥喔 剛剛老闆特別說 洋蔥還要給它撒上去 哇 好香 底下還有那個麵 那個叫什麼 甜麵醬 對 有一點像在吃烤鴨 但是這個披薩吃起來 又比烤鴨 一般我們烤鴨包餅皮 更有層次 而且它的那個嚼勁 這個麵皮的香 跟這個櫻桃鴨的香 完全適合適合 超適合 好好吃喔 謝謝 老闆你根本就是 披薩達人吧 又是登峰造極 又是披薩達人 以這樣的技術 要挑戰義大利人的口味 總算沒問題了吧 如果義大利人 不喜歡吃這個披薩的話 我們還有烤雞翅 還有咖哩酥 烤雞翅跟咖哩酥嗎 這兩道菜我也喜歡耶 跟著Howard渡洋來台的太太 就是最佳的點心師傅 她搶手捏出來的咖哩酥啊 每一個都是飽滿餡多 烤出來就像是散發出光芒一樣 Bling Bling的色香味俱全 至於烤雞翅呢 刷上的是以香港醬料 特調而成的獨門醬汁 一樣是得經過烤爐的洗禮 這出爐時間得掌握得宜 才能有這蜜褐色 不驕傲不苦 又帶有醬香的人間美味 這一道道讓人吹 鹹欲滴的料理 是淡水清水街上 最平價的饗宴 也是追加的香港移民 獻給台灣TALKER們 最真心的誠意 這裡面有 一萬兩千兩百八十八條 我知道 因為我拉幾次我知道 爽朗的笑聲 攀盪在淡水老街上 年過七十的賴阿貝 就是淡水手作 龍鬚堂的第一把膠儀 各位看官 你們瞧瞧阿貝的手藝 一個個甜甜圈形狀的麥芽糖 被它慢慢的搓成條形 再放入高分粒 拉成千絲萬縷 這可是功夫活 每段分切好的龍鬚堂中 加入花生 芝麻等等餡料 再包成殘茧的形狀 白白胖胖的 完全打中小朋友的心 很好吃 很多絲 對 走進攤位 甜甜的空氣 一下子就穿進冰箱 賴阿貝除了做龍鬚堂之外 還有一項絕活 就是製作白糖蔥 顧米思義 就是這一根根 又白又直 又像蔥白的糖果 跟著阿貝前進祂的秘密基地 想要做出糖蔥 步驟馬虎不得 首先得在糖水熬到125度時 就要把沸騰的糖漿 倒進骨子隔水降溫 接著將盛裝金黃色 薑液的炒鍋 順著手勢 在水上輕快地旋轉 這個要轉圓 就是這樣 平均 對 那個冷卻度均勻一點 等糖漿冷卻成糖膏 賴阿貝反手抓緊木棍 使出全身的氣力轉動 濕力的拉扯著濃稠的糖膏後 還要經過充分的發酵 當糖的顏色慢慢變白 就得開始甩糖 這時阿科就見證師傅的功力啦 看到沒有 經過一番巧勁 賴阿貝是把一鍋的糖 拉成一條條類似白色斷帶的糖段 每一段可以衍生到六公尺長 你看滿像在練功的 對 對 在踏那個提琴步 對 很恐怖 身手靈活又矯健地踏著步伐 像是練功也像是跳舞 糖膏繞著長棍 在阿貝的手中揮灑自如 他就像是爵士高手般 日復一日的練不公 這熱呼呼的糖膏一遇到冷空氣 沒有多久功夫就會變硬 師傅得跟時間賽跑 拿捏好每一分每一秒 運用巧勁 將糖膏拉成一根根 像是粗麵條般的糖棍 您瞧瞧咱們賴阿貝的武功 是不是已經練到爐火純青了呢 而這一圈一圈的糖 得馬上掛起分切 剪糖的工作就交由太太負責 剪一根糖看起來容易 但每天如果要剪上一百根 而且是要連續剪上幾十年 Oh my God 這真的很考驗體力耶 很累 妳在... 尤其自己做自己賣 妳下午還要趕去賣 這樣時間都會不夠 同樣的製糖步驟 賴宥瑾跟太太 重複做了二十多年 已經七十多歲的夫妻倆 就是捨不得成為兒女們的負擔 堅持靠雙手走出自己的路 年紀也大了 它賣多少算多少 對啊 都是剪的 都是剪的 這邊都是剪的 好像在拔河耶 你看 這已經磨... 磨了不再磨 磨了再磨啦 每天跟糖在拔河 因為寫寫沒事 拿糖來玩 雷阿貝說得輕巧 但據說全台灣會製作白糖蔥的師傅 已經剩不到十個人 至於怎麼會有人發明 這麼誘人的糖果呢 來... 就讓長得像智琳姐姐的智琳姐姐我 來為大家科普一下 原來是在日之時期 蔗糖是管制品 為了吃到蔗糖 蔗農就在家裡偷偷的製作出 這種外觀不像糖 卻是甜味十足的糖蔥 品嘗了老一輩人心中 最甜的糖果之後 我們漫步到淡水河邊 沒想到雨昕還要告訴我們一個 在日治時期發生過的驚人故事 淡水曾經是台灣的第一商港 而且在全盛時期 出口貿易占全台灣的57%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淡水這邊 還曾經有參加過一次 景點的灌票活動 可是在當時 有舉辦了一個所謂的 台灣星巴景的活動 不過在那個時候 台灣大概只有四百多萬人口 結果票數一灌下去 票數來到 3.6億張票 這到底什麼概念 因為日日新報它有獎勵 然後每個地方大家都在動員 所以等於是我要去 是 因為它沒有限制 不像現在有電腦 跟一個重複冠票會被劈指 所以就投出了 這麼一個驚人的數字 什麼 那不就是每個人 平均買90份報紙 投90張票嗎 以現在的行銷頭腦來看 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 真的很聰明 在全民積極冠票的結果揭曉之後 淡水順利的入選新發警 而讓淡水人最引以為傲的 淡水戲罩 就是淡水最美麗的符號 喜歡今天的總讀淡水嗎 別忘了上我們的YOUTUBE 跟IG訂閱、追蹤及分享 咱們下次見 不會 真的會怕 好,翻上 失敗了 失敗了,怎麼會 我的料打出去了 因為我剛燙到旁邊 因為我手太短了啦 好,我先把它 這是一個效果吧 還好 對,還好了,翻補手 還是給老闆上就好了 補就不了了 補不了了 因為老闆料很多 對 我拉不進去 老闆,不好意思 不會 天啊 我們的新來的人都會有點不舒服 新來的人都會跟我一樣 面臉這個鬼 對,沒錯 上上水 沒有薪水 我還想說很簡單 可是說手太短 然後料又太多 我拉不過去 好吧 老闆,你們要幫我跟你們高級 好,給你們高級 這個蔥炸餅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吃起來怎麼樣 脆脆的 很香嗎 對 等它有 你要吃到旁邊的 那我講明明 這個好好吃 不會脆香香 這樣會嗎 會不會太難 但是你就說超好吃 這樣就好了 超好吃 好,等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